天童話記代表福星壞了 所以通常第一個代表焦慮 然後小孩不順 然後小事變大事 這是天童星的一個特色 所以天童星一般來說 福星沒了 這就是小事變大事 福報沒了 這個數字的確有它的意義在 四的確不是那麼極力 畢竟沒有福星了 技術的源起是因為 少年我就喜歡看各式各樣的書 來進步自己指揮董書的技術 那我還記得這個是在幾年前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的人還在大陸 看了一個香港老師的書 然後看他的故事書裡面就說到 一段有趣的故事 他講說這個老師用的技術叫鐵板神算 他鐵板神算算算算算 就跟這個人講說小明啊 你的人生就叫做一字既用五 就是不能用五這個數字 所以他人生就是避開各種五的數字 接著就一帆風順順利利 在他算完這個鐵板神算之後 然後他人生就過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後來娶了一個他非常非常心愛的女人 然後這心愛的女人呢 也跟他關係非常好 可是沒想到一結婚之後 事業就開始啪啦啪啦的破敗 難不成跟他老婆真的有關嗎 所以他就去問了一個算命師 就他就問了算命師 那算命師說啊 就是你會遇到這事情 一定是因為你用了五這個數字 他說沒有 老師我所有事情裡面生活中都沒有五 他說那就是跟你老婆有關 剛剛回去問你老婆 他就問他老婆啦 老實說我不能用五這個數字啊 忽然間他老婆臉色一層說 我現在姓陳 但是我其實是跟媽媽的姓 因為我爸爸姓五 原來他老婆以前姓五 只是後來呢 因為他父母離異之後 跟他的媽媽的姓姓的陳 所以他今天娶了一個姓五的 所以才導致他一結婚之後 事業就啪啪啪啪啪啪 整個破敗 他就說 哎呀果然今天是沒辦法度過這一劫啊 看完這個故事的時候呢 我忽然有很大的感觸 在鐵板神算裡面可以看數字 那指揮斗數可不可以呢 我就一直在想 指揮斗數要怎麼樣看這個數字啊 一般來說我們的數字最常見 可能在心靈學裡面 假就是一嘛 乙就是二嘛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這樣往下算 但是呢我在想真的是這樣嗎 我自己套了一下在指揮斗數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用起來沒有那麼順 所以我就在研究指揮斗數 這個天干跟數字的邏輯之後 我發現指揮斗數的故事跟整個的設計 其實都跟合圖是有關的 所以我就去研究合圖數這件事 我就發現 喔用合圖數字喔還蠻準的 所以我們就理解了 用合圖的數字套在指揮斗數上 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呢 他在生活中計什麼數字 而適合用什麼樣的數字喔 大家有實驗之後呢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先開始跟大家分享這個系統 首先假跟隱呢 是對應到三跟八 然後丙跟丁呢 是對應到二跟七 物跟幾呢 對應到零跟五 然後根跟心呢 對應到四跟九 人跟鬼呢 定義到一跟六這些數字 那我們有了這些數字對應之後 我們要怎麼使用呢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會指揮斗數的人 你可以發現這個數字 如果剛好對應的天干 讓你的某個工位壞掉了 就會導致你的工位問題加劇喔 我記得第一次實驗的時候 是跟我同學在討論 我就說 欸你們想一下 現在用一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是不是特別隨迫特別有多慘 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我當初會破財 就是因為那時候住在一樓吧 我非常非常慘 我就說 因為你的填宅工有五曲畫技 而一這個數字也會帶來五曲畫技 因為一等於人 人的話是人兩指著五 人這個天干會導致五曲心畫技 所以你每住在一的裡面 你的這個五曲畫技 就讓你的填宅工爆掉了 所以你只要住在一就會出問題 他說哇天啊 欸老師這個技術真的很準 後來我問了幾個人發現都是這樣 更全是他的填宅工裡面 如果有不同的組型 像是甲連破五陽嘛 甲等於三 所以如果他住在三樓 或是說他的門牌號 有很多山的時候 他跟他爸爸就會起衝突 甚至是擁有心臟的問題 這就是太陽畫技的問題 而且這個地方一定是陽光不太充足 或是陽光非常讓人覺得不舒服 因為太陽星畫技代表太陽帶來的問題 所以用三這個數字 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教大家 怎麼樣用紫微斗數跟核圖數的對應 來看你的手機號碼 首先我們的手機號碼 通常都是0933123456 對吧 前面會有系統號 後面會有六碼 這時候我們把系統號播出 因為大家都一樣 用起來就沒有差別了 後面這六個格子 分別是對應紫微斗數的六條線 首先第一條線叫命牽線 代表的是命的核心 和他出外的狀態 第二條線是胸有線 代表說他跟合作夥伴之間 和同事之間的關係 和朋友之間的關係 第三個叫夫官線 代表他的愛情跟工作的狀態 第四條叫子田線 代表說他跟小孩的關係 以及他跟家之間的關係 和房子之間的關係 第五個呢 財伏線 代表他的財運 以及他精神上的狀況 第六個呢 代表腹疾線 代表是他身體健康的狀況 以及他跟他父母之間的關係 那這六條線的對應之後呢 再把數字放進去 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就開始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一格一格得是什麼意義囉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每個數字代表的意義 那我們還是用天干的順序為用啦 通常路呢 跟這個計呢 會比較明顯 全根顆蛋也有影響 不過我們今天就專門教大家 他會什麼好什麼不好 好 首先呢我們先用甲開始 加以秉甲的甲開始 甲代表3這個數字 所以呢 用3這個數字呢 就會有以下的狀況 連真心畫路呢 連真心代表的是這個什麼 表面還有法律還有血緣這幾個地方 所以連真心畫路的人呢 一定是很會外交的 所以他可以靠Social賺錢 或者是靠法律文件賺錢 或者呢 他靠的是表面良好的東西 有的是什麼 例如電子業 就是表面很好裡面 線材很亂嘛 或者是木材 都是屬於這個連真心啊 連真畫路就這樣的一個特色 好那他不好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是太陽星畫季 第一個可能有出國的煩惱 因為太陽代表國外 第二個太陽代表男生 所以這個人可能跟男生之間 有很大的相處上的不順利 第三個是什麼 他可能跟白天過不去 你知道就是他的工作都是在晚上 他白天工作不了 白天很慘 所以這叫太陽星畫季 包含說跟爸爸也一樣 因為太陽也代表爸爸 那如果是女生 還代表老公跟兒子喔 要注意喔 太陽星就泛子所有的男生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不順利 好那我們剛剛看完了假 接下來我們來講乙啦 講乙這個東西呢 叫乙積兩子音 天積心畫路跟太陽星畫季 代表說他這個想東西會賺錢 多元的賺錢 因為天積代表多元 然後他會變動的賺錢 所以他越改越有錢 天積心呢也代表交通 移動就會有錢 這叫天積心畫路 那太陽星畫季呢 顧名思義 剛剛是太陽代表男生 太陽就代表女生 所以代表說 他代表女生而不順利而倒楣 晚上很不順利 太陽星也代表的是水 跟水相關的不太順利 雖然我女生的困擾 這就是太陽星畫季主要的特性 然後你再放到對應的幾個數字 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會怎麼樣 接下來我們來看 炳 炳對應的數字是2 炳銅積蒼聯 所以是天同畫路連真畫季 好天同畫路代表的是小孩的錢 因為天同代表小孩也代表爽的錢 因為天同代表是福心嘛 所以是會有不勞而獲的錢 但不會很多 但不勞而獲很開心 炳真畫季代表的是 因為法律事件而被告 就法律問題 也代表腫瘤 因為炳真心代表血的一個疾病 然後也代表遺傳性疾病 那炳真畫季一般來說也主嫉妒 所以他會有嫉妒的一個問題 嫉妒帶來的不順利 這就是炳這個數字對應到用方法 再來我們看完了這個丙 我們就來看丁 丁代表的數字呢 是這個7 丁因同積聚 所以是太陰心畫路 聚門心畫季 太陰畫路就是因為女生而變好 所以女人緣很旺啊 或是女生關係很好啊 然後因為土地怎麼樣賺到錢 或是因為水賺到錢 或是晚上賺錢 這是太陰心的特色 好再來講季 聚門心畫季 聚門代表嘴巴和說話 因為說話出問題 或是說這個人嘴巴不好 喉嚨不好 然後是非很多 那聚門心一般來說 有時候也代表什麼 也代表說這個人要喉嚨不舒服 所以他要一直說話為工作 所以聚門畫季也是這樣折磨自己的喉嚨 就是聚門畫季的一個特色 講完了丁 我們就來再往下 來講悟 悟代表的數字是0 悟貪應有機 所以呢悟會讓貪欄化路 天機心畫季 那貪欄進化路呢 比較厲害 貪欄進化路首先第一個 桃花超旺 第二個 人緣超好 第三個組 橫發 會有橫發的機會 所以他會有這幾件事 但貪欄也代表肌肉 所以代表除了收求賺錢 也有可能是肌肉賺錢 再來是天機心畫季 天機心畫季代表是交通出問題 越想越錯 因為天機心代表是交通和想 越想越錯 各種移動上面帶來的煩惱 這是天機心的一個特色 再來我們講幾 幾代表的數字是五 幾五攤兩曲 幾代表是五曲畫路 文曲畫季 五曲代表是努力賺錢和剛硬的和金融的 所以五曲畫路代表是金融賺錢 強硬的 然後努力賺錢很在意錢的 就是用五這個數字 就五曲畫路 那文曲畫季代表什麼 文曲心代表溝通 嘴巴說的誤會 所以文曲心畫季通常是誤會 口頭詐騙 相思病 這幾個部分 文曲畫季會有這幾個特色 然後再下來我們就要講到根 根代表的數字是四 四字我們阿雲比較不喜歡的一個數字 那四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根陽五陰桶 所以是太陽畫路天童畫季 太陽畫路代表就是男生比較好 白天會好 太陽畫路也代表靠民生賺錢 因為太陽畫路也代表靠民生 也代表靠民生賺錢 也可能靠國外賺錢 因為太陽性跟國外有關 天童畫季就比較嚴重 天童畫季代表福星壞了 所以通常第一個代表焦慮 然後小孩不順 然後小事變大事 這是天童星的一個特色 所以天童星一般來說 福星沒了 這就是小事變大事了 福報沒了 所以數字的確有它的意義在 四的確不是那麼極力 畢竟沒有福星了 接下來我們講星 星代表的數字是9 星巨陽取昌代表的是巨門畫路 文昌畫季 那巨門畫路就是什麼 說話會得財 溝通會良好 表達能力很不錯 就巨門畫路會有這個狀況 說好話啦 文昌畫季代表文字出錯 就常常發音沒有出問題 文字出錯還有什麼 合約問題會有官非啊 也代表文字型的詐騙 那文昌畫季也代表什麼 想法上的混亂 因為混亂 所以寫出來的東西有問題嘛 所以文昌畫季有這幾個點 人代表的是一 一這個數字代表的是 能量子著五 所以代表天良畫路 五曲畫季 好那真很有趣喔 天良畫路代表的是 長輩給的錢 天上掉下來的錢 靠醫療賺錢 或者是教育賺錢 那五曲畫季代表的是什麼 想太短而花錢 衝動消費 所以你看 長輩給你錢往往一下就花掉了 天上掉下來的錢 莫名其妙就沒了 這是五曲畫季 就是亂花錢 然後想得很短 然後跟別人起衝突 因為錢的問題出問題 起衝突就是錢壞了 叫五曲畫季 最後一個數字是鬼 鬼代表的是六 鬼破巨陰灘 這個是跟桃花最有關的 鬼的話代表破均畫路 貪婪畫季 破均畫路代表的是 因為破壞而賺錢 就是創新賺錢 運動賺錢 因為破均也代表運動 那破均也代表買賣 就今天買空賣空 或是買東西什麼 倒買倒賣 都是叫破均心 也叫賣東西賺錢 這是環保賺錢 也是破均 就再生的概念 貪婪畫季就是桃花煞 因為桃花出問題 貪婪有代表肌肉 所以肌肉受傷 貪婪畫季一般來說 跟皮膚也有點關係 或是桃花病 有些桃花疾病 或是皮膚相關的疾病 主要來自六 這個部分就是什麼 這個貪婪畫季 剛剛大家已經會了 這個1到這個0 每一個數字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就配合剛剛那幾個公位 我們剛講那幾條 公位事件線 把他合上 你就知道 例如說你發現這個人的手機號碼 撇除系統號以後的第三個數字 代表夫妻公 這個夫妻公位置 如果有6 你就知道他桃花超爛 或是說他都沒有辦法談戀愛 因為6代表的是鬼 鬼代表的是貪婪畫季 所以可以理解了嗎 這是一個簡單的用法 以後手機一打來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不可以 當初很有趣 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在大陸要去幫忙找阿姨 你來接送我家小孩 那時候我就會看手機號碼 我一打按手機號碼的時候 我就發現 天頭畫技 手機號碼很多事 一看就是不行 這個會對我小孩不好 所以用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快速的知道 電話號碼代表了意思 然後這裡面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要怎麼樣子選擇合作的夥伴 和他現在是什麼狀態 但同樣的 你自己換號碼也是一樣 你就會知道 原來我的電話號碼造成了某些問題 難怪我一直這樣 那就可以換個電話號碼 就有機會怎麼樣 讓你那個困境變好 但是記得 這個世界是平衡的 有好就有壞 只是說那個壞的地方 你是不是那麼在意 可以理解嗎 就像我們換號碼 剛剛每一個號碼都會有好友壞 對吧 所以沒有完美的人 所以也沒有完美的電話號碼 只有最適合你的電話號碼 大家知道這個 超派人生的超哥 就是他花了幾百萬 買了一個手機號碼 全部都是0對不對 還記得我們裡面講0代表什麼嗎 0代表是物 物貪因幼基 所以第一個是他會橫發 這是一個橫發的數字 桃花極旺 因為貪婪花露 但是他會有一些車子上的煩惱 所以天機化技 像常要保養車子 研究車子 就是0這個數字的代表 以上就是少年我在紫薇斗數的數字上面的研究發現 然後我們在獨立出來之後 把它變成了一個數字的學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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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